好多旅客推著心力來到澎湖碼頭準備搭船離開 同時來玩的人也不少 因為接下來兩天是週末假期 搭船是主要往返澎湖 台灣本島的方式 但這兩天氣候不佳 船公司今天早上公告 依照中央氣象局预告資料 顯示風速已經打到7級 陣風以旅客和航行安全為前提下 8號船班全部停航 不少民眾聽到消息後 心情不錯 認為自己又多賺到一天的假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本來是9號8號要回去 可是現在不能回去 我覺得好高興又多賺一天 畫面一轉 馬祖南竿機場等待區上坐滿滿一樣 受到天候影響導致飛機停飛 今天一早大家來到機場內候補登記 希望自己可以順利搭上飛機 回到溫暖的嘉義 以上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